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表示 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已经寿终正寝 并愿意和学生代表在不预设前提下对话 对此泛民派质疑 港府一天不承诺停止检控示威者 都会让人担心只是在影蛇出动 不是真正营造对话空间 此外林郑承认修例工作完全失败的消息 第一时间传遍各大媒体 但在中国遭到全面封锁 就连社群媒体转听的外媒报道也都被下架 根据中央社针对林郑发言 多所大学学生会代表回应 对话要有前提必须围绕五大诉求 包括撤回草案特设示威者和成立委员会调查警察滥权 明镇召集人曾子杰表示 政府早前因宣誓事宜 尺夺民选议员资格 将民众声音摒棄立法会外 现在却声称要建新渠道聆听民意 强调不会跳入政府经过粉饰的陷阱 民主党主席兼立法会议员胡志伟也表示 林郑还没回应示威者诉求 没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到现在也没有官员为这次事件负上政治责任 同时指出政府不回应反修例诉求 只会让社会进入没完没了的抗争状态 也无法挽回市民的信任 林郑承认失败的消息 中国只字不提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新加坡联合早报及左派港媒大公报文汇报 上午陆续在微博转贴新闻 但没过多久就被下架 新闻讨论串也被封锁 而在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 截至今天下午4点 搜索林郑月娥也找不到任何 关于他承认失败的相关报道 道士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微博指出 逃犯条例修订工作失败 表明一国两制发挥作用 并说自己对港人反送中感到遗憾 忧心未来香港会由街头政治说了算 他强调一国两制赋予香港自治权 在街头活跃的年轻人 对香港的明天有重大责任 希望他们认真承担 不要动辄把香港问题和他们自己工作 和生活的不如意推到内地和中央头上 直言内地对香港的真诚善意遭到曲解